Lun Sang 攻擊 計上一次小霞和巴打蝶的洗禮之後 我們成功來到枯葉陣的聖安老號 盡可能地所有訓練家都去打一打 OK 這些沒有問題 攻擊 看我們的地鼠,嘩,翠飛,再來一個 燒傷,對呀 嘩,這個燒傷很麻煩,這個火花真的有點麻煩 嘩,即時中毒,即時觸發我們的毅力特性,嘩,超強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曾經說過的一件事 我現在的房間在哪裡?我們不是有房間在嗎? 噢,變成這個人,OK 我們先下層看看,下層也有怪的,有敵人 很傷弱 這些可以打的,這些是水系 煙霧 我們可以進化噴火龍 火龍吧,煙霧 這次吧,燈牙,OK 大閃背 縮殼 嘩 火龍 撞擊火花 尼爪 其實很麻煩 只要一中了煙幕,就已經不能打 嘩,這個冰針 這個冰針一定會五下,然後每下都是爆擊 嘩,其實這招很瘋 如果是這樣,很高谷 4 因為正常你要配搭這個連鎖特性 它才會做到一定五下的連續攻擊 但是現在就不需要了 然後再加上它會100%爆擊 所以其實這個傷害也挺恐怖 嘩,恨好,我們有三地鼠 頂一頂 至少不會說差很遠 超音波好,可以換重 上次其實有些硬來打這個巴塔碟 應該要更加慎重一點 否則就 就會好像出現上次這樣的情況 上次的情況其實不應該換重 應該送走一隻 有時候在Pokemon對戰裡面 適當地送走一隻身上精靈 其實是一件好事 不要這樣故意 為了少少血量而換了另一隻出來 這樣反而可能更難打 嘩,好痛 神經病 OK,這裡我們成功搞定了 來到這裡 其實也不一定說要全部打完 不過其實 經驗值很重要 經驗值很重要 好,打完這個 應該死吧 我27呢 嘩,這樣也不死? 我畢竟我27呢 還是中毒狀態 那間房子呢 那間房子呢 這裡就看回垃圾桶 這裡有果實 然後就沒有什麼特別可以離開 然後我們繼續向… 向這裡出發 這裡好像也是 這裡有訓練家要打的 嘩,一掌打到我 一掌打到天靈蓋上 差點去… 當場去世 當場立刻身亡 好,應該要死吧 這隻 手刀死了 大攝背 只要用火花 可兒 差一掌 還擊 OK 有沒有進化? 沒有 那應該是36 還是 又打這個房間的人 這裡我們用電話石火 都是沒得選的 其實 這裡要立刻換寵 要不就送走 要不就換寵 要不就用 毒國金魚 我們要不嘗試出這隻 看看他會不會打得贏 應該死了 葛狀 這隊應該打得贏他 這麼高呢 OK就可以了 地面是死的 不是,毒是死的 比加超 正電 先轉這隻 影分身 如果影分身 我不是100%打不中嗎? 好像是 糟糕了 他影分身 我不是一定打不中嗎? 死了 對吧 我應該一定要死 煙王打不中 他嬌也嬌不到 嘩,什麼都不足 OMG 那我有個問題 如果他又打不死我 如果他沒有技能打我 我又打不上他 那我就要磨完PB才能走 嘩,這個難打 猜不到 我們先想想對策 地面是可以令到他不會中到電器的技能 但是呢 同一時間地 如果他不是用雷技能 而是用影子分身的話 其實我就已經輸了 只要我防不到他這一下的變化技能 我就已經輸了 所以我是需要一開始 再用地鼠再用 20攻擊那招地面技 又或者我們可以跳過不打 不過這樣就太 太懦夫了 我們一定要打贏他 這個 好像是 我們不需要害怕戰鬥 我們先來個泥湯 應該是好一點的 打不死嗎? 唉,不行 不用想太多 打得死就行了 始終比加超這些低能力值的 就沒有什麼好說 一字斬 我們還欠兩間房應該就可以到了 掘地洞吧 他碰到整個房就好煩 這裡泥湯 吸取上一次的教訓 我們千萬不要讓他做任何動作 否則我們就拿爺 這個掘地洞不要碰到他 因為他是火焰身軀 應該 超火馬 對了,泥湯救 嘩,三地鼠很強 真是通關神寵 雙打? 不對 不過這個年代未有雙打 這個這麼神奇的對戰 我們的敬敵MK仔 對呀,你的收集圖鑑怎樣? 我已經收集了40種不同的精靈 好像很厲害 他是不是第一隻比... 對,他第一隻比... 他是第一隻比我們阿帕蛇 年暴風 火恐龍 之後火風 其實我們高會很多 其實我們高會十幾 不應該害怕他 不應該害怕他 飛沙腳慢了 我... 換... 換... 這隻吧 送一隻就死了 然後換這隻去電光石火 OK 這裡我們出回火恐龍 火花 沒有問題 卡美龜 卡美龜 卡美龜有點麻煩 這隻呢 水槍 兩滴 OK 死了 火恐龍是會死的 這隻先吧 沒有選擇 一定是這隻的 縮渴 OK 打贏了 有幾藍 應該贏不到我 有幾藍 搞定 聽管船上有一字斬大師 只不過有外魂算朗的老頭 老頭 拿一字斬給我 OK 我們先開一字斬 一字斬是95命中 那真的注定是不會用得到 所以我們唯有用喇叭牙河 喇叭牙我想我稍後會放棄他 好 三地鼠走頭 一路用泥湯去到尾應該沒問題 而且他不是應該有陣級嗎 還是他洗了我32 一回來就 應該不會有難度 這裡 我是怕雷超 馬志士那隻雷超 我不可以一下打死 嘩 嘩 他一爆炸我就死了 哈哈 我們上次都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他爆炸會有爆擊效果 他這個爆擊效果的爆炸實在太恐怖了 這裡 好 好 重置了文碼 這次右邊 下面呢 唉 搞定了 好 我們可以挑戰馬志士 23 應該贏我不到 嘩 電光石火 再贏 阿衛要挑戰一下這個雷道官馬志士 雷電球 沒問題的 中了應該死了 可以 現在超 我犯不過我們 可以 他完了 雷超應該 一下應該未必死 我覺得 是未必死 他在做些什麼 降低對方的命中率 嘩 我都說的 他一影戰分修我就玩完了 最大的問題就是雷超 他一影戰分修我就完了 整場 應該沒有東西可以打中他 這隻遊戲可能只有100%命中的才會 即是必定命中的才厲害 在這裡 但是就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 應該是會有一招是不知道什麼暗算 或者什麼現反那些技能 好了整隊被雷超清掉了 我們唯有賭他不要用影子分身 嘩 這次打不死 為什麼這次會打不死 剛才不是打死那一下 沒有影子分身就贏了 一影子分身我就輸了 為什麼他要影子分身 還要用多一次 還要用多一次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贏到他呢 好像沒有了 要不他就打不死我 然後掙扎自己打死自己 好又來了 都是一樣 只要他用影子分身我就完蛋了 對 我可以先升個赤 看完了 感覺他很大機會一來會用影子分身 應該他不會變這麼難 所以我們先不要打那邊 我們先打右邊 威嚇 掘地動吧 OK 有甚麼方法可以增加自己的地屬性技能傷害呢? 好像是否有一個叫柔軟沙子 但柔軟沙子是否在地鼠身上有機會出現 柔軟沙子身上有加攻擊嗎? 有,我們可以用物攻提升 其實只要用物攻提升,理論上我是打贏的 我們可以試一試 他這一關就不會用到雷技,也就是說不會麻痺 我們可以增加一級的物攻,然後再用泥湯 應該全部可以一下秒 唉呀,差點了,有沒有英姿分身? 有,有,完了 完了 還是不夠,差一點 如果多買一個物攻提升,應該會贏到他 有沒有多個?沒有 這件事很稀有 這樣我們唯有用一個最原始的做法 兒子升 好,我們回到馬智使道館 現在立刻再度挑戰 好像是升了一隻,其實我覺得一隻應該也足夠吧 但是還是要配合加物攻去打贏 我們加級物攻,然後泥湯應該沒問題 再泥湯 行不行 唉呀,完成了 始終還是要用一些道具手段才能贏到他 如果不用道具應該是贏不到他 OK 好,我們現在向右手邊走 我可以去到... 那個叫什麼地方 寺院陣 麻痺了 他好像打不死我 我們吃個藥吧,我們曾經買了很多藥 就是為了應對這些情況 我怕我一戶,他馬上用麻痺 那就麻煩了 行路錯,你掘地動 麻痺粉 我們三地鼠真的有夠無敵 OK,先轉火龍 火花 因為我們要進化做噴火龍 差不多 OK 這個 來找吧 小火龍 唯有換這隻 他太多抗性精靈出來 我唯有轉 這些就可以用小火龍打 噴射火焰,強力的技能出來 這樣就可以不要火花 火花不要 噴射火焰真的什麼都不要,秒天秒地 小火龍只要喊過這段期間 其實就 好裝好多 因為他的技能有功 不,這個技能傷害又高 然後他的特攻又不是差 在初期來說 對比起現在的精靈 當然不夠高 但在初代來說其實已經很強勁了 噴火龍的話 好,所以就已經喊過前期了 去到中後期就是我們發威的時間 這裡是不是要發光 對 發光是哪一條路 沒有發光我怕有很久走 我們可以試試走 因為我太久沒有走 我都忘記怎麼走 這裡是入口 向下走 我看到了 這裡下去 我去掃燙火 你高你10 已經不需要害怕了吧 還有就如我一開始所說 這個遊戲 隨著你的遊戲時間越來越長 你對這個 非洲 非洲設定 這個非洲系統 其實就越來越 威脅性就會降低了 因為level又高 以及你已經習慣了他必定爆擊的傷害 所以你就自己計算到那招 那些技能哪一招可以造成最大傷害 又或者是 自己能否抵守得到一招 經過爆擊之下的技能 自己都會感受得到 這裏暫時就 大家忍著 我先過了這個洞穴 不停啊 小火龍 唯有轉吧 我不想送走 因為這裡 哎呀 不地凍 還有講完 剛才我去找地鼠星的時候 發現地鼠應該有招技能震級 但是 可能因為我的地鼠太高 所以他就使用了這招技 原本應該是有震級的 這招技 應該對啦 一直都有訓練家可以打 我們快速可以進化 我們噴火龍 不會錯啦 這條路 這些訓練家一直都來 還有一個 進化 沒有錯 我們火龍終於進化了 終於喊過了前期 終於 OK噴火龍 刺牌攻擊 哇 多厲害 馬上有招飛行技能 本屬技能 可以扔走燕磨 因為燕磨對他們來說無用 好 就算降低對面的命中率 對面也有100%會打得中我們 所以其實 已經無意思了 這個 燕磨 不行 先換一換 幸好換了 如果不是一下子被他秒了 好 我們可以換回地鼠行頭 是不是差不多到 還未到嗎 我記得印象中差不多 吃多一個應該差不多 這裡 對了 OK 我們這隻三地鼠很需要 唉 飛行 三地鼠很需要一隻 一招地震 只要有地震也是秒天秒地 這個不是打的 三奔地裂 這招技能是 非100%命中的 所以其實對我們是沒用的 我也不知道原來這裡有幾開殼 應該是這裡吧 既然他有人擋牢 既然可以這麼硬 只能頂到一招地面幾 我們說有肉 嘩 我還打算用地面的技 誰知一個震級震死了 這個下艇應該重點 下艇痛點 我們是火爆口還未進化 磁膀攻擊 但是竟然不可以一下死 他差點打死我 不過原本我也以為他可以一下打死我 不行 噴震 先噴震 就快死了 還未到嗎 為甚麼 這麼久都未到 叫不住了 親姑豬 皮皮手都 未更新屬成 他比我快 沒有了 這樣就 唱歌 縮小 哦 完了 沒有了 今集的內容就在這裡結束了 在這個肥皮屈屈肌底下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還未訂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